呼呼大家好我是楊晴 今天要來帶大家去皮卡赫逛 皮卡赫是法國的一間冷凍食品專賣店 然後他是連鎖的 所以在法國各個地區應該都可以看得到他的蹤跡 然後這個時候可能就會有人問我說 楊晴你為什麼要介紹冷凍食品 你不是很會做飯嗎 是很會煮菜 可是人有時候就會懶惰 阿宅又不太會煮飯 所以我們只好去買冷凍食品 沒錯他在我家正樓下 所以非常非常方便 大概是我買東西的第一首選吧 如果我很懶得去超市的話 然後我覺得這種冷凍食品專賣店也蠻方便的 因為 對於那些不太會煮飯 或是像是台灣人剛來法國的時候 其實大部分的人都不太會煮飯 很少會有人一來就很會煮 所以一開始那種 煮飯的黑暗料理時期的話 有時候煮起來會很麻煩阿 還要洗碗什麼的 他們有些人可能就會選擇去買冷凍食品 像是Nora跟Sonia來我家的話 他們有時候都會去一下皮卡爾補一下貨 然後再帶我去他們家 這樣子他們就不用煮飯了 然後裡面真的是 各式各樣的食品 你能想到你想不到的食物裡面都有 你可以從前菜買到甜點 全部都在裡面 對像是蔬菜阿 它有全部幫你切好的 切好的紅蘿蔔 切好的洋蔥 切好的蘑菇 那些東西都很方便 就是打開之後就可以直接炒了 然後像是你想準備喝湯 裡面有一些濃湯是已經煮好 只要微波就好 更不用說是那些我們 腦袋裡面有的那種微波食品的概念 像是義大利麵阿 或是披薩阿那種東西 就很方便很方便 所以今天的話 我要來介紹一些食物給大家 知道 就是我自己吃過了阿 然後我推薦給大家吃的 希望你們可以勇於嘗試 那些我沒有吃過的東西 再告訴我哪些東西好吃還是不好吃 第一個就是它 酥皮小樂狗 我知道它做法很簡單 只要買兩片酥皮 然後買樂狗就好了 可是 就方便嘛 一盒二十個 然後不到三歐 阿仔每次跟我一起去皮卡爾的時候 他一定會抓一盒這個到籃子裡面 而且我覺得皮卡爾裡面這一區 開胃小點都還蠻有趣的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不妨可以自己買回來做看看 第二個是這個 這個我不知道中文是什麼 它就是一個派 然後外面是酥皮 裡面就是很像那種白醬的creamy的東西 就是有白醬有起司有樂狗 然後下去烤 非常簡單 我個人是很愛酥皮 然後派的東西 我知道這些東西熱量都很高 可是我很喜歡吃 可是我只有吃過這個口味 所以說如果你有別的口味 你有興趣的話也可以去買來試試看 然後第三個是quish 沒錯就是法式鹹派 法式鹹派它也有超多的口味 我也是都是挑最安全的那個先買來試試看 因為我有在裡面買過雷霧 對就是不好吃的東西 所以我基本上我都是挑那種 比較看起來比較安全的 裡面就是起司阿火腿阿 然後鮮奶油那種東西 就是最安全最基本款 我覺得很好吃 我覺得我下次會再買別的口味來試試看 再來就是pizza pasta risotto這種意式料理 pizza我們有買過一次 可是因為阿宅對於pizza非常非常非常的要求 因為他非常喜歡美式的食物 美式的pizza 不是義式的pizza 他覺得他上次買那個沒有很好吃 所以我們之後就沒有再去嘗試別的口味 阿宅永遠是買最安全的Gatte Formage 或者是Margarita 就是這兩種 一定有可能是這兩種 可是他說連買到最簡單的都可以買到雷霧的話 他之後就不會想嘗試 然後我本身對於美式食物 比較沒有那麼喜歡 對他非常喜歡像是漢堡阿 牛排阿 炸薯條阿 超愛的 尤其是麥當勞 阿超愛吃麥當勞的耶 然後再來是亞洲菜 沒錯 皮卡爾裡面有賣亞洲食物 有 像是越南阿 日式 中式 韓式 泰式 印度料理 裡面都有賣 我目前是有買過中式 然後韓式 日式 我覺得都 他不太像我們想像中那個韓 一般的亞洲食物 如果你對亞洲食物期待很高的話 不要期待太高 因為他裡面比較是做那種 法國人的亞洲菜 所以如果你對他期望太高的話 你吃起來會非常失望 可是對我來講 我覺得我已經夠滿足了 而且也蠻好吃的 我裡面最喜歡的就是那個韓式的那個泡菜飯 我覺得泡菜蓋飯非常好吃耶 我個人很愛 泡菜飯阿 然後 石鍋拌飯 就是 我覺得我很喜歡 法國人很愛吃那個牛肉捲起司條 或者是 串燒 可是他們的醬都很甜 不再像 比照燒再甜一點 所以說 就比較符合這邊的口味啦 然後 然後我有買過他們家的那個毛豆 我覺得很好吃 如果你喜歡吃毛豆的話 可以買 就是拿來下酒 或是看電視什麼 看電腦 配電腦 然後我有買過雷霧 就是泰式料理 我覺得 我買到的泰式料理 都很可怕耶 像是 我之前有買過 就是泰式炒麵 跟泰式炒飯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 我覺得他們這邊對於 泰式 然後 然後印度 跟 印尼 還有越南 越南還好 就是這三個國家的東西 我覺得他們味道都會做得很相似 就是一樣會有香茅阿 一樣會有咖哩阿 然後 我覺得他們這邊的人阿 對於 亞洲菜 普遍都要加花生 我覺得非常奇怪 任何東西都要加花生 像是我買那個日式的 他有賣豬排 蓋飯 然後上面也加花生 我也覺得蠻奇怪的 所以 如果你想嘗試一些亞洲食物 或是你很久沒有吃到亞洲食物的話 可以去裡面買 然後我之前還有買過 他們的油風鴨 我也覺得蠻好吃的耶 如果你喜歡油風鴨的話 因為我本人是一個 非常喜歡吃油風鴨的人 我覺得裡面的油風鴨可以買 還蠻方便 然後又蠻好吃的 關於甜點的話 裡面有賣很多甜點 像是冰淇淋 蛋糕阿 或是自己烤的那種 麵包小店 然後 還有賣一些 冷凍的水果 如果你想要做一些果醬 或是你想做蛋糕 你可以去裡面買那種一大包的 自己回來做 也是蠻方便的 可是因為像我們兩個 我們如果是自己在這邊的話 我們很少吃甜點 然後我們都會去皮卡爾買的東西是 它是十個小的迷你 然後它也有賣那種 大的 然後是五個的大 還有我們也會買這個 迷你的那個 巧克力麵包 我覺得這兩個 這兩個大概是我們最常買的東西吧 然後還有 這三個東西是我們最常買的 因為它真的很方便 而且又好吃 重點是好吃 它不是難吃的那種 冷凍麵包 然後如果像我有時候 忘記買麵包 然後麵包店沒開 我就會去裡面買一些 小麵包自己回來烤 可是 就是 沒有辦法像麵包店這麼好吃阿 所以 對於 麵包類的 像是Bugget 或是 其他的那種 自己烤的那種法式麵包的話 我就不太 不太會去裡面買 像這種 烤的那種 有奶油的那種 蛋糕 我就會在裡面買 我覺得還不錯 然後我又買過裡面的 Waffle 就是 花膚餅 鬆餅 就是一格一格的 那種 我不是很喜歡 我覺得 不合我的口味 所以如果你喜歡的話 你可以試試看 然後裡面也會賣一些 像是華根達的那種 冰淇淋 我們有時候真的 很熱的時候 我們就會去買冰淇淋來吃 我覺得這 都還蠻方便的 如果你來法國 然後你家附近也有 pick up 或是 其實超市裡面也有賣一些類似的東西 我們有買過超市的 超市的也蠻好吃的 如果你是一個不善於煮飯 然後你不喜歡開火 或是你想要辦party 需要有大量的食物的話 可以去裡面看一下 因為裡面的東西 就是很 價格都不會很貴 如果是這種小東西的話 都不會很貴 大家一起share 然後辦個party 從 可以從開胃菜吃到煮菜 然後吃到湯 全部都可以在一間店買好 大概就是這樣 如果你們有來法國的話 或是你來旅行的話 你也可以去pick up逛逛 如果你有經過的話 或是你可以買隔天早上的麵包啊 或是說你可以買宵夜 因為晚上過了幾點 就沒有東西可以吃 如果你有吃宵夜的習慣 可以買一些放在冷凍庫裡面這樣子 個人是覺得蠻方便的啦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希望這個影片對你來講有幫助 如果你還喜歡今天的影片 你覺得這個影片對你來說 很有用的話 請你幫我按個讚 或是留言告訴我 你想看什麼樣類型的影片 然後如果你還想追蹤我更多 即時動態的話 請追蹤我的instagram 或加入我的facebook粉絲團 然後我們就下個影片再見啊 bye